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俄乌冲突 17号据美国纽约时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媒体 援引美国官员等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美国拜登政府已经授权乌克兰 首次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武器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打击 那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乌克兰计划在未来几天内 进行首次远程袭击 纽约时报援引相关官员的话 报道称这些武器可能最初会在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使用 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称 这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仅被授权在库尔斯克州使用 目前乌克兰现有美英法所提供的 远程武器也就是美制陆军战术 导弹系统英法联合研制的 风暴支引巡航导弹等 那截至到目前美国官方 尚未作出回应 不过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最亲密的外交政策顾问之一 格雷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 批评了这一决定 那格雷内尔说 这就好像拜登正在发动新的战争 那同时他也表示 一切都变了 一切都是为了政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17号晚上在例行视频讲话当中说 媒体有很多关于美国政府 已经授权乌克兰使用 美国远程武器打击俄本土的报道 但是打击并不是靠言语实现的 这样的事情不需要提前宣布 导弹会用自己的方式发出声明 那针对有美国媒体报道称 乌兰已经获得美国政府授权 使用美国远程武器打击 俄罗斯本土一事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17号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 此前已经就相关授权 有过明确表态 扎哈罗瓦1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普京9月曾表示 利用远程导弹打击俄境内目标 需要卫星情报 并且设置导弹飞行路径程序 这些只能由北约军事人员操作完成 在没有西方国家帮助情况下 乌克兰无法独自完成 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 普京称 一旦决定解禁相关武器使用限制 将意味北约国家直接参与俄乌冲突 这将明显改变冲突的本质 俄罗斯将根据所面临威胁 做出适当决定 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 第一副主席扎巴罗夫 1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国授权乌克兰使用美支导弹 对俄罗斯进行纵深打击 是前所未有的步骤 俄方将对此立即做出回应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 主席斯鲁茨基表示 使用美制导弹对俄罗斯地区纵深的打击 必然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升级 可能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 据英国独立报17号报道 在美国媒体报道称 美国政府已经授权乌克兰首次使用 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之后 接近英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 英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相关局势 另据泰晤士报报道 消息人士称 美国可能仍不会授权乌克兰 使用风暴支营导弹 报道指出 部署风暴支营导弹 需要使用美国技术 必须经过美国事先批准 对于美国媒体报道的 美国政府授权乌克兰 使用美国远程武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打击俄罗斯本土 一时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意味着冲突的升级 并且在使用这一武器过程中 需要北约方面的协助 据制造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 美国洛克西德马丁公司官网介绍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是一种地对地远程制导导弹 该导弹可通过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和M270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 最大射程为300公里 2023年10月17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 乌克兰当天在打击俄军事目标时 使用了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当天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 乌军已使用美国提供的该武器 打击了位于比尔江斯克和卢干斯克的 两个俄军基地 报道援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发言人沃森的消息称 美国当时提供给乌克兰的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为射程达165公里的版本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今年2月秘密批准 向乌方提供远程版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美国在今年4月向乌克兰交付了这些武器 还有分析人士指出 俄罗斯方面此前已经将其关键资源设施 转移出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射程区域 因为俄方此前也有预期认为 乌方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的限制 最终会被取消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 凯尔塔布洛夫今天称乌克兰获准使用西方武器 打击俄罗斯腹地 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特别军事行动的进程 但是这一因素将被考虑在内 他指出俄罗斯防空系统 对所有类型的西方远程武器都非常有效 另外对于有媒体报道称 法国和英国授权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 打击俄罗斯腹地 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乌里扬诺夫 今天称 如果法国和英国真的关心欧洲安全 他们尚有机会重新考虑自身立场 他指出 现在已经没有玩弄 粗烈的政治游戏的预定 那拜登政府为什么在这一节点 借出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 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限制 这背后有何考量呢 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欧亚索副所长陈玉的分析 我想拜登政府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 那么来解除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的限制 显然是有它深刻的用意在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不久前 特朗普是当选了美国的下一任总统 那么将在一月来就职 那么一月之后 特朗普政府所奉行的对乌克兰政策 显然会跟拜登政府的政策 有着显著的差异 很有可能会减弱对乌克兰的支持 那么也很有可能会施压乌克兰 来跟俄罗斯进行谈判 那么所以拜登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解除了乌克兰使用美国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的限制的话呢 是会增强乌克兰对俄罗斯 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一些地区的 威胁的能力 乌克兰很有可能会使用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在那些区域的 一些军事设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有可能会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 军事行动构成一定的影响 那么这样一来 我认为在拜登政府看来 就有助于延续 那么他对乌克兰支持的政策的 这种效果和影响力的时间 那么也会给特朗普所希望奉行的 那么来结束俄罗斯冲突的这种政策 带来更多的问题和挑战 那如果美国媒体报道属实 对于俄乌战局会有何影响 会扭转战局吗 美西方这一决定 又会招致俄方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宋孝军的分析 我们看到这一次 美国允许乌克兰军队 使用美制的陆军战术导弹 对俄境内目标进行打击 实际上它对整个战局的影响 会比较有限 而且也不可能成为扭转转机的一种武器 因为这款武器的射程大概在300公里左右 那么理论上它可以从乌克兰的边境 向俄罗斯境内300公里之内 范围内的所有的目标进行打击 但是在这个范围内 俄罗斯的有价值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有限 特别是战争开始之后 有一些目标已经向后撤了 比如说军用机场 它不再部署重要的军用飞机了 那么这样的话目标是有限的 第二就是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它生产量也是有限的 它对战局的影响 甚至扭转战局的影响 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但反过来说 它确实是一个战争升级的信号 因为在这之前去年9月 俄罗斯总统就说过 说如果俄罗斯境内遭到这个常规导弹的攻击 俄罗斯可能会使用核武器 因为俄罗斯认为这种攻击可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联合攻击 那么这个就产生出来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简单的说这是一种战争升级的行为 那么这种战争升级的这个行为呢 到底最终遭到俄罗斯什么样的反制 目前现在还没有更明确的这个信息 但是我们可以说这是美俄之间的一种围绕着乌克兰战局的一种战略博弈的新的状态 这种战争升级的这种战争升级的关系